来自智利的赵两年前开始在广州的江南市场经营水果生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他一直待在广州并因此找到了更多的生意机会 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江南市场 是中国果菜交易量最大的市场之一 每天有超过200多个品类的水果蔬菜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疫情之下江南市场的防疫措施也更加严格 每天早晨Jong都要到江南市场查看自己和客户的水果质量 了解水果市场行情 记者在进口水果交易区看到 不少人从车里将一箱箱水果搬运出来 Job不停穿梭在水果箱子之间 寻找自己和客户的水果 透过箱子的小孔 他可以查看水果的质量 并拿起手机拍下这些水果发送给客户 碰到熟人他会询问水果当日的售卖价格 因为他们最近有到货 然后他就跟我讨论一下 关于这个牛油果的一个行情的变化会是怎么样的 因为本身现在在疫情情况下 行情的话变化会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业内这个圈子里面的人都会去聊一下这个 聊个话题 就是说到了会卖什么价格 然后有多少量到啊这样子 我的业务是在货币的货币 所有货币的货币 市场的货币 动物货币 也就是货币 我们帮助很多货币 在世界上的货币 从 Egypt, Europe, South Africa, Chile, Peru 和很多其他货币 去查看货币 我们做货币的货币 和市场的货币 动物货币 和新鲜的货币 和新鲜的货币 疫情发生前 江南市场有许多和他一样的外国人 专门从事水果出口 由于疫情在全球蔓延 现在他们大多数都呆在自己的国家 由在中国给Job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他可以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检查水果质量 包括价格变动和消费情况等 我们会来这里 我们可以查看货币 他们可以保存在 如何是在货币 是在货币 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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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货币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查看 货币 我们可以做货币的货币 在货币 过去两年来 Job一直待在中国广州 他说 中国政府采取了 很好的措施控制疫情 因此选择留在这里 同时 这座城市也深深地吸引了他 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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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中国 我喜欢这种文化 我喜欢这种文化 我喜欢这种食物 这种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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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选择 住在这里 我一定会尝试我的家庭 我的朋友 在我的国家 但我选择住这里 我渐温地方 到这里 在那一层地的病宁 中尝试 一切如果 Anyone 会保护 可幸福 你呢